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就得消耗更多的能源 但是过度的消耗能源 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看似矛盾的状况 有人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那就是节能 黄永辉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彻底落实节能手法 并教育家中成员动手实行 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处处都要用到电 但是你知道吗 即使我们出门在外 有些没有再使用的电器依旧正在耗电 这些所谓的待机电力 因为我们的忽略 每年每户 平白花费在待机的电费 就要大约新台币一千至两千元呢 而如果你想要收到电费单时 也能像我们达人这样笑哈哈 那接下来就要仔细听听达人的 神殿佩服啦 今天我们就请节能前探的神殿达人 黄永辉带你一起动手做 像我们水手拔插头这件事 其实在节能这件事情是非常基础 而且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水手拔插头其实是一个 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把拔插头这件事情 分成两类设备 一类是我常常用的 一类是我比较少使用到的 那针对比较经常使用的 我一定会做一个开关 那这开关会放在 水手可及的地方 那当我使用完这个设备之后 我这个水手把这个开关关掉 那这样做这样一个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整个水手拔插头 动作可以吃之一 除此之外 在一些平常我们不方便 经常开关的电器 使用定时器就是一个能帮助我们 省电的好方法 那一般来讲 在家中使用定时器的一个设备 最重要的就是热水器 那大家可能想说 热水器不是吃瓦斯的吗 为什么还要这个定时器 跟电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说现在的热水器 其实都有一个功能 叫强制排气 所以它会有一个代机电力 那这代机电力 大概一般我们测起来 大概有5瓦的一个消耗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家中 人不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定时器 把这个热水器 做一个关闭的一个动作 那这也有助于说 我们作为进一步的一个节能 而在照明节能的观念上 黄永辉与我们一觉 要跟大家分享哦 其实一般照明是我们 在占家庭用电里面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强的用电 所以照明一般 我们在过去的心得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直接照明 那一类是间接照明 那直接照明的部分 针对一些长时间的 比如说小夜灯 那小夜灯 因为它这个点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建议各位 可以用LED灯泡来使用 那另外一块环节 就是所谓的间接照明 大家可以输入看 你自己家的天花板 基本上因为有四个方向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说 我把它这个开关 做成两段式 我可以前后一段 左右一段 那依需要来使用来开启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都需要用到电 但其实只要动点小巧思 不需要牺牲生活品质 同样可以既节能又省钱 尤其看到电飞单时 那种惊喜莫名的成就感 绝对让你印象深刻 节能减碳其实很简单 看完了省电达人 黄永辉的 《节能小秘诀》之后 不如你们也在家里 一起做做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